VBA的優點 其實這個問題蠻多同學問 因為其實很多同學 也想要去學一些其他語言 包含什麼最比較夯的像什麼R、Python 或者是Java 那這幾個語言跟VBA有什麼差別 那為什麼這幾個語言現在很夯 只要跟那個大數據的處理很有關係 因為 現在數據越來越大 可是呢 大家都會想要用一些比較自動化的方式去做處理 那可是問題是要怎麼去處理 就會想說用哪一種工具會比較簡單 快速 直接 那就會想說老師我應該會 應該去學什麼語言 學什麼語言 等等的問題都會延伸 所以我剛好 順便講一下 因為 這些問題都是很多同學可能非常關心 而且常常問的問題 那我就自己想想看 到底VBA有什麼優點 當然他們不是沒有缺點 他一定有缺點 但是我們眼前可以看到的 大概我剛剛講的 我把它歸納起來 大概會有這些 因為 慢慢發現那個 因為現在好像網路說 問我這方面問題越來越多 也難我好像已經成為這方面的一個 不知道怎麼說 而且常常有人 有人直接問我 我已經是這方面的僑處 我想 有嗎 一個問號 OK 那 可能我知道 因為可能我放的影片數量絕對是最多的 OK 這應該是無庸置疑的 但是 是不是這方面 那個 最最最最頂 應該也不能這樣講 我是覺得我只是抱著 我比別人可能多花時間去了解而已 因為這方面真的很花時間 你隨便一個範例 那裡面可能沒幾行 但是 可能花了我很多時間 這是絕對的 那也許剛開始我在初學者 像你們這個階段來說 我可能要花一整一整夜 都不睡覺 為了要想這個問題的答案 到現在呢 可能動動腦筋一下 就可以馬上知道該怎麼做 但是這絕對不是說瞬間的 為什麼 其實就是要累積 你不是說 有些東西 當然對我來說是簡單 可是這中間有個過程 你不是說看到那個結果 不過我覺得 這個結果是 感覺還蠻有成就感的 為什麼因為做事情感覺變得好輕鬆 可能對別人來說是很困難的事情 可是你有時候發現 好像就沒有那麼困難了 那這當然也是一種專業的展現 因為為什麼 至少我覺得取代性 就應該會比較低了 因為我 為什麼我東西 其實我算非常大方的 如果比起其他老師 就是說其他在同業來說 尤其程式語言這一個部分 很多老師還要求上課不准 錄音錄影 為什麼 而且他不讓你 因為他當然這東西他有他的考量點 當然我不許置評 不過我覺得這部分 我敢這樣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我覺得 這東西太好用 但是太難學了 即便 即便我想馬上給你全部東西 你也不見得馬上 不像說 有些知識是你知道了 你就可以跟我一模一樣 但是這種東西是 我即便給你我所有的東西 你也沒有辦法 馬上 這個裡面的話 還需要很長的時間去消化吸收 還有最重要是 食物經驗 也就是說你如果沒有遇到 像我一樣 這麼多的食物經驗的時候 你就不會去思考一些問題 這個我想如果有 所以食物經驗不是等於學術 學術是做完研究 寫完論文之後 這個就應該就ending了 不一定是可以做得出來的 但是食物經驗是 你馬上遇到問題 馬上可以解決 如果不能解決 那這個實際上是行不通的 OK那我這邊 簡單跟各位分享 總共五點 這個我覺得VBA是最強的 因為這個應該沒有其他語言 可以比他厲害的 第一個就是錄製聚集 所以為什麼我今天 剛開始一直強調錄製聚集 因為其他語言 沒有辦法幫你錄製程式出來 VBA居然可以 而且我看了其他語言 真的也沒有 這麼好用的功能 結果你做完之後 他幫你錄完 他錄完你不可以拿來用 這老實在蠻有趣的 所以為什麼我 對於VBA還是 情有獨鍾 因為 這真是一個 很好的點 對於一般入門的人來說 這簡直是福音 所以我覺得 這個比爾蓋茲 也是他厲害的地方 所以他會 一直還是世界首富 好像 目前好像還是吧 他已經很久是世界首富 二十年屹立不搖 OK 為什麼他可以 一直是世界首富 原因很簡單 其實他 我覺得他想的是還蠻遠的 而且他在 好像念哈佛一年級 二年級之後 就已經開始幫 IBM 寫程式 寫了一個 那個 M.S.Doors之後 然後他後來自己弄個Windows 我覺得這是真的是 非常厲害的 所以他後來 好像就載學了 也沒畢業 所以大學他 其實好像很多很厲害的 大學都沒唸完 真的 唸完大學的反而變不厲害了 只能去 那個網路上不是說 讓大學能幹嘛 底下就有個7-11的那個 照片 這有時候其實最重要不是說你到底完成了什麼學業 而是 應該去想說你到底要做什麼啦 所以很多那個大學生我看到這沒有沒有方向 給他即便給他很多東西他也不不見得好像聽得 聽得進去 因為他沒有 人生漫無方向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OK 所以 好 那這個地方第1個錄製 第2個的話呢 直接存取 Excel 或者把Excel當資料 那上面三種為什麼不行 可以 可是 非常麻煩 麻煩到一個不行 還要外掛來掛去 最後才能 抓 要不然的話就怎樣 你如果要給這三個語言用的話 你要先轉成CSV 就是 另存新檔 你不能給他Excel Excel 那個格式 因為 他就是不能存取 為什麼 因為他不是 同一家公司的產品 同一家公司也許就沒問題了 我給你存取 你反正 大家都很方便 可是不同公司嘛 那當然 你就沒有辦法直接存 不能存取 那很麻煩 麻煩到一個不行 光要去讀取Excel檔案 就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OK 然後還有什麼呢 在 任何 我剛剛講 任何電腦打開就Excel 有Excel就有VBA 連Mac電腦都有 Mac電腦裡面也有Office 有沒有 你看蘋果電腦 蘋果電腦打開裡面 也會有Office 2013 有沒有Excel 也有Excel 有沒有VBA 也有VBA 所以這點 我覺得導致 很棒的 然後呢 再來第四個 程序 沒有 需要嚴謹的 變速宣告 什麼意思呢 我們基本上 我都沒有講到宣告 他就可以用了 宣告變數啦 裡面的變數 可是 在其他語言 光要講 這個變數是什麼 光要講那個資料形態是什麼 哇前面 大家兩三個章節都在講這些東西 那學完之後你就已經想要放棄了 OK 然後呢第五個就是 非常容易存取其他的 像VBA 不只是在Excel裡面有 Word PowerPoint Outlook Access 或其他的Office 他都有VBA 那也就是說 如果你是有 本來 假設啦 不能email 那你可以拿Outlook 來當他的物件 把它掛進來 你就可以記信了 那不能列印報表 比如說那個 排版 那你可以把Word叫進來 那不能輸出 簡報 那你可不可以直接輸出PowerPoint 把PowerPoint叫進來 可不可以 不能存取網路 那你可不可以把 IE瀏覽器叫進來 可以啊 你可以讓IE瀏覽器在背後去做事情 那最後的結果 可以再把它匯進來 也就是說 這個也可以獨立開一個課 就是 Excel VBA如何 存取網路的資源 那我看國外那個 上日本就是蠻多這方面 就是 那個直接把IE瀏覽器 當成外掛 去控制IE瀏覽器 也就是 你在瀏覽器裡面看到的所有東西 通通都可以抓到Excel裡面 那有些時候你會想說 那個 像我之前有教過 如果匯入 資料到Excel裡面 有些資料會匯入失敗 那就可以 像用IE 你就可以控制 背後控制IE瀏覽器 只要IE瀏覽器裡面 可以顯示出來的東西 通通都可以放到Excel 那不就可以全部自動化了 基本上你抓了下來的東西 接下来你就可以全部 比如說 一段時間自動去做什麼 或者每天的幾點幾分 去做什麼 包含比如說 網路抓下來資料 你去給Excel判斷 判斷完之後 在Outlook幫你寄出去 寄給誰 指定的人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每天可不可以做 可以 那不就跟一個機器人一樣 所以其實這裡面的話 可以做到非常多的自動化 順便提一下 VBA的幾個優點在哪裡 因為剛好想到 就直接把他打下來 就把他寫在部落格裡面好了 其實再把他做一些實際上的分析 對 後來的人 應該會很有幫助啦 因為我覺得 現在慢慢發現 就是 多做一點點 事情 感覺好像 會對蠻多人是 工作上有效率提高的 然後 至少讓台灣的軟體的那個設計 有一點點改變 當然 不敢奢望啊 不過就是 我 推動一點點 也許 感覺實際上 比 你每天看新聞 很多人講的 再多 但是 做不到 我覺得還來得有意義一些啦 就是實際上做的 這些絕對都是 看得到的 但我不多說啦 但是 就是要去做 很多東西是眼見為平的 OK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其實如果你要學什麼 你學Python 像我 蠻多同學要學Python 你要怎麼學很簡單嘛 Python教學 這邊不就有 還教你10分鐘入門喔 10分鐘 真的 看完應該10分鐘 差不多 應該看完 應該都學會了 不過真的啦 不過要看功力啦 如果你功力夠好 真的10分鐘 可以全部了解 而且程式語言你學一種之後 其他都差不多 真的 你要學的不是 他一樣的東西 一樣的就不用學了 要學他哪裡不一樣 比他跟VBA哪裡不一樣 你要去了解 這答案有的話 你就基本上都學會了 第一個 不一樣 第二個你拿他來做什麼 他有什麼樣的長處 你要用他的長處喔 你不要讓他短處去 對不對 你要看他有什麼 最厲害的地方 你如果用會用的話 那恭喜你 你這部分 應該就OK的 他這邊有提到啦 主要有這邊韓式庫 然後有哪些應用 然後做這些設定 其實光這些設定 很多人就頭暈了 VBA是打開就可以用了 然後呢 他print出去喔 這個print有點像是 輸出結果 那我們直接輸出到 Excel 他是輸出到DOS底下 那他如果要輸出到Excel裡面 很抱歉 路途非常遙遠 OK然後 當然 裡面的話他有一些分析啦 不過底下怎麼去做 有些地方 應該各位可以看得懂 就是說底下向輸出 這些都直接輸出 可是都是輸出到那個 輸出到那個DOS底下 那其實有什麼地方一樣的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個關鍵字 4 有沒有 這個關鍵字 是if el是if if 不過他叫el 他叫el 有沒有 少一個se啦 不過不一樣嗎 一樣的東西啦 另外就是他放的位置不太一樣 還有就是說他可能需要什麼符號不一樣 除此之外都是差不多的 也就是你要學的是 看他哪裡不一樣 你又把它稍微記一下 那你就又學會了 OK 所以基本上 所以你說有個新的語言出來 對我來說其實 不是太大的問題啦 你要真的去學 然後去做 熟悉一下 大家很快就可以上手了 所以最少你要先學會一個專精 後面的話 都會 很快速的 把它學會啦 但是他還是沒辦法輸出到excel裡面 OK 所以 可能比較多的是物件導向觀念啦 可以順便 講一下 好那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回到我們剛剛的範例 就是說呢 我們如果用什麼 上個禮拜的這個合併三個工作表的這個部分的程式嘛 其實來修改會不會 這個是一個範本 比如說我今天需要什麼 需要把那個12個月份 12個 不過12個月份特別重要 我先把前面幾個月份本來就一筆 我都把它改成 兩筆以上 我先暫時不考慮 那個 邏輯的問題 我先全部合併好了 怎麼合併 第一個 先把 筆數 全部都改兩筆以上 第二個的話呢 那我就在這邊 增加一個工作 就是 整合工作表的一個 程序 那程序部分的話呢 我就直接 插入一個 程序 程序名稱的話 叫做整合工作表 中間的部分的話 這一段呢 是直接從那個 雲端上面 這個應該知道 整合工作表 就剛剛這一段 加上回圈的這一段喔 我就直接把它複製 貼過來 到這邊 但是呢 你還要需要改什麼地方 來看一下 第一個 我優標一定是放在 先放在總表裡面 所以第一個 我的優標一定是放在 Range B2 剛好他 總表的 第一列 也是從Range B2開始 所以點16 這沒有 這沒有問題 不用改 第二的話呢 for i 等於1到 應該是12啦 不過我剛剛講過 如果你不用12的話 你可以打一個序詞 點 打一個c就可以啦 有沒有 這個就是了 count count就幾個 但是呢 我要把總共有13個 總表不算 減1 這個結果的話 他就會是 那個12了 當然如果你將來想要知道 最後的結果 你除了可以執行的時候知道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你可以從那個 檢視裡面的 即時運算視窗 或者叫 計Ctrl G 你可以 問號 問號是printer printer什麼呢 printer你可以把什麼 sheet.count 好 因為之前好像有同學啊 那個除錯的時候一直 除錯不成功 好像除錯的技巧不夠 交過一個方法 中斷模式可以直接用 即時運算視窗 這個printer之後 printer 請你告訴我 總共有幾個 Enter一下 13個 那如果你想知道 sheet.count 減1之後的結果 Enter一下 12個 也就是說以後 這個12個可以放這裡 跟各位講 這招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好像我發現上次有同學跑來問 我發現 這個不會 好像差很多 因為他一直卡關 卡很久 後來我 做我 因為我習慣用即時運算視窗 先看一下這個變數裡面 他這個物件或這屬性裡面放的東西 那我就會很快知道說到底將來我要該怎麼做 做得對或不對 但是你不會這招的話 很多地方你只能猜想 會漏很多東西 所以 這個有一個訣竅 OK這個應該書裡面也沒有提到 我看沒有一本書講到這些東西 這個因為我為什麼會守 因為 以前我在debug都是用這一招 那我發現無往不利 很方便 所以 要怎麼樣寫出一個沒有bug的程式 你需要有一些 除錯的小技巧 OK 所以順便提一下 那去的點看就知道 所以總數 所以我們剛剛是直接貼上 來改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的話 第一個 比如說第一個 然後點slate A2 那因為我切過來看一下 應該是A3 不是A2 所以我應該把這個A2改成A3 前面的 就是分表 每一個都在A3 不在A2 只有總表在A2 所以稍微看一下 Ctrl Shift向右向下 複製 貼 貼到第13個 這個你可以改成總表 或者改13都可以 乾脆把這個改成總表 改成總表 有沒有 切到總表 幹嘛 貼上 貼上之後再往下 到選舉區的最下面 再向下一列 再換下一個 不就寫完了 不過前提是 這裡面的每個月份都有捐款 兩筆以上 一筆還不行 一定要兩筆 所以等一下你先完成第一步 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 特別注意不要急躁 因為很多同學就想說直接執行看看 不過很容易就發生錯誤了 當然我現在應該有把握應該是沒有錯 不過我是建議你可以 按部就班 可以先在哪裡呢 先在這邊 按F8 把竹行來跑跑看 或者設個中斷點 停在這邊一下 也可以 執行 設個中斷點 或按F8都可以 我把它停在這邊好了 執行 他這個時候的話 這個時候的話 其他开发工具没有这么棒的除错 其他怎么除错 跑完之后错了就错了 他也不会告诉你哪里错 错了你自己去找 对不对 像Python R也是一样 光那个除非你功力够 不然说真的没有这么好用的除错工具 VPA在这个部分 应该等一下我给他写 他也多一项除错工具 这个实在是比起其他的 我刚刚跟各位讲那个即时运算 还有就是监看式 还有这个可以中断点 一般都有中断点 不过呢 他一般是不能倒车的 这个是可以倒车 倒回去 A2.slater 有不要放过来 然后再来的话呢 这个时候I是等于1 第一个开始 所以会选第一个工作表 对不对 1月份 然后放A3选取向右向下 Copy 切回总表 贴上 然后再把这个范围移到最下面 再下一列 对不对 然后在NAS换2月 所以切到2月 所以2月的A3选取 然后Copy 向右向下 总表贴上 看起来好像都OK了 所以如果你没有意外的话 直接全部执行 有没有 全部都过来了 好 那 基本上 这个做完 没有问题 可是你们等一下可以试一下 而且你可以试试看 把1月份删掉 把2月份的生意一笔 就会多 两个逻辑出来 那再来的话 你需要修改哪个地方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我刚刚的部分 大概就是把刚刚的那个云端上面的上个礼拜的部分 稍微做个修改 我只有改了一个两个 两个地方吧 还有三个地方 其他都没改 OK 然后呢 再来请各位想想看 如果说呢 1月份没资料 2月份这一笔 那你要怎么样把这两个逻辑 加到哪个地方 其实这个答案 其实也是 你要想想看 他在什么地方会需要做判断 答应该可以呼之以出来 应该是 这个地方 有没有 这个应该改A3 放A3的时候 因为感触去不向右向下 这件事情不见得一定要这样做 所以应该在这个地方做什么 做一个逻辑判断 所以你只要把这个地方做了一个逻辑判断 就可以解决 如果没有资料 或者是只有一笔资料的话 会有不同的做法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